你们两个晚上没饭吃啊 开房车带马克去旅行 没想到半路竟然被反锁在车外 好了 门打不开了 更被催的是 要是还在车里 原本想从窗户钻进去 进不去 开门了 这时我想到可以让马克替我进去 上啊 没想到马克不会爬梯子 竟然被卡在半空中 上不去也下不来 看到这一幕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牛牛 看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小柴身上了 我先把小柴抱进车窗内 然后给他下达取钥匙的指令 把钥匙取了 小柴 没想到小柴在听指令的时候 竟然犯囤了 对我的话视而不见 我先睡个觉 看来只能用最后的办法了 就在我要破窗的时候 啊 这个 门打不开了 旁边的车友说 可以让他的宝宝试试 小宝宝顺利的取到了钥匙 谢谢 太棒了你 马克和小柴平时好吃的没少吃 关键时刻掉链子 你们两个晚上没饭吃啊